咱们类似的咱们造一个句子 这个房地产经纪人根本就没有提 fail to mention 什么呢 在崎岖的乡间道路上又闷又挤的小公共汽车 这minibus就面包车 而这几乎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了 买房呢 说这便宜啊 风景好 但你交通不方便你没说 房地产可以用real estate 经纪人叫agent 放在一块real estate agent 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崎岖不平的就是rough 这个在我们前面曾经39克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里面讲过 又闷又急的 闷的可以叫stuffy 就空气不流通的 急的叫packed 人很多就跟打包一样都挤在一块 小公共就面包车的minibus 而这几乎是唯一的交通方式 the only form of entertainment 几乎是virtually可以用它 好 我们来说一下 the real estate agent 未能提到failed to convention 用一般过程式了 什么呢 the stuffy and packed minibuses 在哪呢 on rough country roads virtually the only form of transportation 马上做的句子立刻就即快速又遞到不同反响 the real estate agent failed to mention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了 那么the stuffy and packed minibuses 先看语法分析 那么这个白颜色的依然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he says nothing 他没有提任何东西 about 这是第一个 about什么什么什么修饰前面这个nothing 第二个about什么什么 这话横向的部分应该到句目也修饰nothing 等于这nothing后面两个后制定领 一个是about the pre-selection of goods in the shops 第二是about those unfortunate people who have to travel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every day to get to work 只不过在第二个后制定领 除非你排比 否则的话最好换一换 fail to mention 没能提到 就是没有说呗 say nothing of 第三个代词benes says 这么来读 say benes says 那么关于那些什么 在商店里可怜的商品的那些 很可怜的很少的一些选择 农村里商店里商品可能选择面 没有成立这么宽 我也没提到什么呢 这个about跟前面about并列都修饰nothing 关于什么呢 那些可怜的家伙 什么人呢 who have to travel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每天必须从农村 要赶到城里面来 每天都这样 来工作 to get to work 这个everyday注意 everyday分开写是副词短语 叫每天都怎么样 如果连写everyday连到一块 是形容词 叫日常的每天的 在这里当副词 它修饰动词travel 所以必须分开 everyconguer day 每天我都去上课 I go to school everyconguer day 每天都上学 这个分开是副词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everyday 如果连写呢 是形容词 你看这个时候 必须得连到一块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 everyday necessities 日常必需品 everyday连写 就每天的或日常的 分开写 everyconguer day 是每天都做猫事 这是副词短语 这个不好的地方 你没说 下一步 在座的期末说了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full 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is beyond me 咱们还是 先看一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胡拉超 这一大堆黄颜色的 一直到这儿 是外引导的一个 逐语从语 他说这个我简直 无法理解 is beyond me 我是无法理解的 这个is beyond me 是逐句的这个 语 它整个逐语呢 是大个的一个 逐语从语 外引导的 为什么人们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是乐意愿意 容忍四小时路程 每天都这样 就为了 那么for 从这个协议词开始 for开始 一直到country 结束 这是个目的状语 为了这种可疑的 靠不住的 所谓的好处 这个privilege 咱们在第四课 双重生活就说过 特殊的好处 优待 什么好处呢 of引导的是 后制定于修饰 这个privilege 就是住在农村的 这种所谓的好处 Jack Lubbier表示 是不是好处很难讲的 你说好处 我认为比较可疑 是不是好处很难讲的 为什么人们愿意做这事 我简直无法理解 is beyond me 那么当然我们 先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这个 be prepared to do 咱们以前说过 be prepared to do 一般不反应是 准备好去做模式 而反正乐意做模式 而准备好呢 咱们一般搭配是 be prepared for something and mentally prepared for it 我对他做好心理准备了 但是呢 加to do 一般反正乐意愿意 这个都注意 他论是容忍了 容忍四小时路程 每天都each day each day 明显为了避免 上一句话中的 every day 上一句话句 more every day to get to work each day 跟那类似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为这种可疑的 所谓的好处 这个我们的 为了这种好处 我们在 第四课见过 先复习 二十六页 第四行 最后到第六行 二十六页 第四行 最后到第六行 sat is human nature that the great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 collar workers 你看 跟本句特别类似 这是人之常情嘛 sat fan的巨手 后面倒装了 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都愿意 be willing to do 就是在本句中 刚刚出现 be prepared to do 是同一次 愿意牺牲各个的工作 为了这种 所谓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成为白领工人 这个好处 for the privilege of 本文中加上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更复杂一些 就是是不是好处 很难讲呢 比较可疑的 靠不住的 这种所谓的好处 那什么好处 后面也是off来连接吧 说成为白领工人的 这种好处 修饰这个privilege 从结构是类似的 本文中的好处是 living the country is beyond me 简直我无法理解 be beyond somebody 表示这个事 某人无法理解 这是个固定结构 咱们可以记住 还有一个搭配 叫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某人无法理解 这个结构也行 这在四十课中 咱们刚刚讲过 也是某人无法理解 咱们在复习 在本书 就在本课中 四十一课 倒数第二行 课文的倒数第二行 四十一课倒数第二行 他说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cidadors who appreciate all things absently pretend that they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a country 我总是无法理解 什么呢 为什么城市人 他们欣赏享受的 所有这个东西 却偏偏假装 他们更愿意住在农村 无法理解 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这个结构是可以的 那么还可以用 以前我们讲过的复习 beat somebody 就打败了某人 也是可以表示 某人无法理解 it beats me 这东西我无法理解 搞不懂不明白 甚至还可以用 什么什么 本文中带进去 is beyond me why 可以用它 对吧 我简直无法理解 或者说 it is a mystery to me why 我无法理解 或者说 it beats me why 无法理解 还能用我做主语也行 I cannot understand why 无法理解 这个表达都行 但你看我们本文中 这个beyond 本来可以用 避免头重矫情的这个形式 就是前面用it 后面用why 主语从去放到句末去 为什么本文中 没有用it is beyond me 而用这个 后面说这个 把is beyond me 放到句末 前面用了主语从去 放到句首了呢 这个主要为了 在上下文中呢 这句式结构 更加富于变化 为什么 你看相邻句子 都是用主句结构开头的 这句话 如果依然用主句开头 it is beyond me 甚至用i cannot understand 这跟相邻句子 从句式结构就得重复了 咱们看一看 这个句相邻的句子 你看 他的上一句话 他的开头是 he says nothing about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 是主句开头 用的是he 就是他当主语 人称主语 下句开头 they could be saved 他们可以免于这个东西 也是用主句来开头的 相邻句都是主句开头 所以中间句子 如果还用主句开头的话呢 句式结构就单调了 咱们句首对制造句式多样性 是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在这换成主语 从句开头 这句式结构呢 就更加富有变化一些 那么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句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孔雀型的 脑袋小尾巴大 中间换成个熊士型的 脑袋特别大尾巴小 也是句式结构的变化 所以你刚才如果 i cannot understand 这个也用主句结构开头 甚至还用人称主语的话 就单调了 在这呢 换成了从句当主语 更富有变化一些 所以句子好和坏呢 不能孤立地看这个句子 得看到相邻的这个语境 尤其是上下相邻的句式结构 是不是能够让句子 进一步复以变化 百分钟这么写 在这个语境之中 是更好一些 好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 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为什么人们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容忍tolerate 一个四小时路程 a four hour journey 就为什么每天都这样 each day each day 为什么呢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为什么可以的好处 of living in a country 最后说 is beyond me 咱们付出一下这句话 为什么 why people 愿意 are prepared to 容忍tolerate 每天四小时路程 a four hour journey each day 为这种可疑的好处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什么villa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最后说 is beyond me 我无法理解 从中开始 语速快些 咱们 这个稍微快点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four 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is beyond me 我无法理解 类似的 可以造几个句子 比如说 咱们先看这个句子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们愿意 放弃更高的薪水 而为了这种可疑的 成为白领工人的 所谓的特权 好处 这把第四课句型 用本文中的这个结构 来说说看 该怎么说 还是呢 我用从句开头试试看 咱们不一定都用这个 主句开头 先说这个why从句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放弃 牺牲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 collar workers is beyond me 这还是用从句开头 为什么人们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牺牲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这是把它抄回来了 对吧 becoming white collar workers 我们说了 如果英国人都是 white cool white cool 美国人都是 white color color都行 这个我无法理解 咱们再造过句子 再进一步 把这个句型搞得更熟悉些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 语言和文化式的障碍 这个障碍 咱们以前说过一次 可以用barrier这个词 在39课讲过 对吧 还记得吗 语言障碍 the language barrier 文化障碍可以用culture barriers 放在一块 就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language and culture barriers 就好了 难以排遣的寂寞 寂寞可以用loneliness 难以排遣的 可以用30课 怎么讲过的 鬼魂 总绕着某人 用haunting 难以排遣 萦绕在身边的 好像鬼魂绕你脑袋转一样 鬼魂出没某地 不叫haunt吗 叫haunting 还有强烈的 某种强烈感觉 可以用形式acute 这种思乡之情 思乡之情 可以用homesickness 就是为了换取那种 可疑的住在美国的好处 住在美国是不是真好 很难讲 很难讲 很可疑 好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们愿意 忍受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难以排遣的寂寞 和强烈的思乡之情 homesickness 就为了换取那种所谓的 住在美国那种所谓的好处 我简直搞不懂 那先用why从句开始 先写这个主意从句 为什么人们愿意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忍受 tolerate 然后呢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barriers 语言文化障碍 还有呢 难以排遣的寂寞 the haunting loneliness 还有什么呢 and acute acute homesickness for the dual misprivilege of living in America 最后说 is beyond me 这个句子比上一句话更复杂一些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还有什么呢 the haunting loneliness 难以排遣的寂寞 就像鬼魂一样绕着我们组在转 还有什么呢 and the cute homesickness 总想家嘛 总觉得在中国 老家在中国呀 那么旧位的那种所谓的 好处 for the dual misprivilege of 中国是固定搭配 然后什么好处 of living in a king America is beyond me 我简直无法理解